今天 businessman 大家平安 這個主例是2015年曹摩乖一主例 我們知道在曹摩乖一個年 兩年結束的時候 公司都會是打烤機 看你們在今年做的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們今天有對自己打烤機嗎 或是你今年 你有去宿航你過了怎樣 你是開心 快樂 還是過了痛苦 有一句話這樣說 痛苦是從比較來的 痛苦是從比較來的 今年你過了怎樣 等你們贏錢新的一年的時候 你會去宿航你今年有快樂 有一個青年人 她覺得在她的信心裡面很多沒說朋友 她也很愛嫁高 所以她十次去做行業的時候 都會超過十天 她這十天一定會換一個頭髮 她媽媽就覺得 奇怪 我的孩子這麼要換頭髮 那要贏到處女人 也看不下去 說這個年輕人這樣不行 十天就換一個工作不可以 她就跟她介紹說 我跟你介紹有一個新的頭髮很好 好 你那兒去那兒坐著 你什麼都不用做 你就可以讓女生漂亮 這個年輕人想說 好好好 去那兒坐著而已 這樣我來去試試看 到十天 她又是頭髮回來 在她家裡看的時候 她媽媽就說奇怪 那家庭不是說 就是去那兒坐著而已 她應該是很緊張的 我兒子怎麼還坐在家裡看電視 她就跟兒子問說 兒子 我給你問 是因為那家庭的家庭跟你說的 工作的內容 跟你所要去的 去做的不一樣 很辛苦 你這裡回來坐著嘛 她說 不是耶 她跟我說的完全是這樣 我只要坐在那兒去顧那個墳墓 去顧那個墳墓 我就可以贏錢了 她說 兒子這麼輕鬆 你不要再回來 她說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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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是躲在那兒 像我坐在那兒 這樣不公平 這樣不行 她近年去到那兒躲在墳墓裡面的人 結果說 她都躲在那兒 她要坐在那兒做空氣 所以親愛的就是現在 在我們的寺廟裡面 我們有一個亂中 是我們的去計較 我們的去理較 我們會覺得 是怎樣怎樣 無公平 自這個人你在放過的時候 你就想要拿比較大顆 自這個人在吃雞肉的時候 你就想說 我能夠拿去雞腿不知道多少 在家庭的時候 你會覺得奇怪 老師跟我們疼他 每次都給他歐巴 怎麼會都給他歐巴 我都給別人葬掉 我都沒有去計較 去上班的時候 會怎樣 他已經公司更好 票數數數數數數數 我呢 做得這麼辛苦 我錢更多數數數 在我們生涯裡面 我們有時候 真的開始去計較 甚至在我們每一年裡面 我們一年 很多天都開始在那裡 在那裡 我們沒有看到 今天我們做考慮的這段 心情節 是基材壓縮 在補充門裡面的秘密 今天最早 進去做工具 那天天 她一早就進去補充門裡面 她應該有什麼感覺 她應該覺得 喔 真的是太好了 她的媽 我就等著領錢 那老領錢要怎樣 帶我的媽和我的兒子 她也去吃千葉 火鍋吃到好 對吧 原本是一個真漂亮 故事是一個真完美的結局 不過 原本給人覺得 她的一天 所以給一個策母的吉台 尾條 她覺得 為什麼 上帝 怎麼會不照這個工具 工具 工具在補充門裡面 有代表上帝的通名 如果這樣 今天主要說 到底要透過這個工具 工具的譬如 跟我們提示什麼 來回應我們死命裡面 有什麼問題 她希望我們去塑造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 第一點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怎麼看上帝的問題 今天你怎麼看上帝的問題 因為我們第一次說 天國好親像家主 親早去顧人 去他的工具圈裡面 怎樣 去做工 今天工具圈不做代表 就想像天國裡面 總是在那裡面 你會覺得怎樣 我們的上帝應該是公平的 不過奇怪 我們的上帝怎麼會跟我們不公平 心經教是我們一個情侶 在鐵桑路里甲前書 提醒我們說 最最疲勞 還說感謝 但是 我們看到 人的亂料是怎樣 就是 太多 那個做十二點 他覺得 我應該 他結束的時候 領在我的錢的時候 可以像我旁邊 你所做的 是一樣的 但是回去領錢的時候 他看到頭上那個 我跟他一樣 領一支吻 如果這樣 我做這麼多 我這麼辛苦 我可能可以領什麼 領十二支吻 他跟他做一張金額 就領到我一樣 真的要領現在 在我們的寺廟裡面 我們還有想太多 兩人領到十二支吻的時候 他會想怎樣 奇怪 那個主人到底有腳踏 他是會好玩笑 怎麼會 我們兩個明明就做不一樣的時間 不過我領的一支 真是一樣 在你的寺廟裡面 你能有想這麼多 你覺得我應該領到的 應該是這樣 所以在我們的頭腦裡面 就是像這個同樣 一直想 一直想 他應該做得很好 他應該想說 有一句話 跟他領親 他說 朋友 我朋友開台語 我們兩個所說的 就是這樣 你所領的就是這支吻 當那個主人說這句話 就像是怎樣 一語點心夢中人 讓他知道 我今天領的朋友比較少 是本來 我們就說好這樣 在我們的寺廟裡面 我們怎麼看上去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不公平 台語有這句話說得很好 我們都吃飯來看 我們都會覺得 我們沒有那個比較好 有結婚說 單身真好 不然結婚說 他怎麼覺得很皮膚 過著兩人的世界 我們都會覺得 我們沒有那個 好像青春比較好 所以當我們控制不住 我們的心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收起 我們就說一句話說 這個世界是怎樣 不公平的世界 當你覺得不公平的時候 你一歲才能比較 你一歲覺得 你一歲覺得 是怎樣 他看起來有的那個東西 覺得比較好 這是一個紅蘿蔔 不過那個感覺比較不好 雖然他外面生長比較生長 不過他的蘿蔔狂海 其實是比較大的 不過他陰性的是怎樣 人家的養子看起來比較大 不過其實那個紅蘿蔔 只有很多 當我們控制不住 當我們心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覺得不公平 你會跟上帝問說 是怎樣 你怎麼會對別人這麼好 親愛兄弟 現在 上帝對一個人好 一定是照他的所有 我不知道我跟上帝問說 是怎樣 他怎麼會有這麼好的頭靠 這麼好的頭腦 這麼好的頭腦 這麼好的空氣 這麼漂亮的布 這麼幸福的家庭 你怎麼會有這麼標準的身材 他是怎樣 有這麼好的境遇 這麼明顯的文書 我相信我們一直不要跟上帝問說 上帝啊 有什麼 但是 上帝都是照每一個人的需要 去收視給他 今天他所領受到的 是上帝照耶穌要 放在他的心中 那是上帝跟他的關係 所以今天 我們怎麼看上帝的公平 用我們自己想的 今天每一個人的心裡 我們都有一個我們想出來的上帝 我的上帝 我感覺我的上帝應該是這樣 另外一個人的怎麼想 我感覺我的上帝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剛才這件事 我感覺我的上帝應該照這樣給我 有一個上帝在英姿的老師 他就這樣說 他說 在我們的寺廟裡面 有很多應該從 就是我們都在時上覺得 你應該 怎麼做 我感覺你應該 要去洗碗 我感覺你如果超過的人 10點回來 你應該什麼一位過 我感覺 如果我走去那裡 你不應該坐著 你應該背起來 給我上帝 我感覺你不能睡到這麼暖 你應該早晚就起床 然後把我照顧出來 在我們的寺廟裡面 我們想很多 我們感覺應該的事情 但是 你沒有想過 你感覺應該 但又把人家一直做到 對人家來說 那不僅僅是一個很大的睡覺 並且 那個人根本就不覺得 他應該這樣做 所以當我們感覺那個應該的時候 把人家做得到 翻轉的 變成我們自己的 暗默 我們自己也變得不快樂 今天你怎麼 思考你跟上帝一段的關係 你才有用那個應該 把上帝寫著 但你感覺上帝不公平的時候 是不是你感覺 是因為上帝應該這樣對台灣 如果你如果這樣想的時候 我們要回來我們的新年來 來看 我們的上帝 到底是 什麼樣的上帝 我們的上帝是一個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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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病的上帝 如果我們看今天的英文 這個葡萄園的家族 他怎麼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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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每一個時間 都唱不一樣的人 連老回去領情的時候 他靠著臨命 就給他們一樣的錢 他領到的薪水 每一個人都一樣 他去這個時間 一定要給他們一樣的錢 如果你如果做老闆 我相信你自己的鄉上 我一定要給你一樣的錢 但是今天 那個主人 給他一樣的錢 的時候 他說就是什麼 他說 這是我願意的 我給你到後來的那個一樣 是因為我願意 給你一樣的錢 這是我願意的 今天上帝表明說 我是願意之虧 我是敢願自己吃虧 連老表明我對你來疼 今天我們的上帝 是一個願意 願意吃虧的人 因為疼我們 連老他來到我們的狀態 我們知道疼是什麼 疼是我們不一定 要給一個人 不過我們感冒給那個人 疼是 我們今天就看我們的孩子 已經很調皮 已經看不順眼了 不過當他自己 在看我的肚子餓的時候 你跟他做什麼 跟他說那有拼 你自己去拿 還是說我有煮飯了 你可以去吃 今天疼的就是 雖然我們不一定 需要這樣做 但是 我們敢願這樣做 以後他也不一定 要引到我們的社群 跟我們三個站起來 不過他因為他疼我們 他來到這個社群 以後他也不一定 要為我們兵士不得 不過他因為他疼我們 來到我們的中間 今天這個葡萄門的主人 他也不一定 要讓那個社群 想要一個人 跟那個人 一樣就這麼多錢 不過 他可能知道他有需要 所以他一樣 讓他這麼大問題 所以在這一個年 裡面 剛才你覺得 上帝是不公平的 如果這樣你要記得 去想我們的上帝 是一位 像我靈敏和疼的上帝 人家 你如果要合適 剛才你身上 那個嫉妒 跟那個不公平 你要學習 尤其心中的比較 當天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覺得 上帝對你是公平的 上帝的恩典 對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公平的 今天亞洲基督 在這裡提醒我們 我們在恩典裡面 我們要保守我們的心 就請求我們今天 金文祖塔 心中安靜是肉體生命 你嫉妒 是古中的血亂 今天 在你的心苗裡面 你有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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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故事 我這樣說 你說有一個 猶太人 有一個兄弟 他們都做慘的 所以在他們的心苗裡面 他們過得很辛苦 他們那樣 上帝對他們不公平 所以他們過一天 他到的時候 他都跟上帝說 上帝要求你 你的命運 讓我們可以 做更好的生活 然後 他一直都這樣 記得 有一天 上帝派一個天才 跟他說 親愛的阿密 我跟你說 上帝要求你 他安裝 很讓他來看 他也要安裝 很保密 他說 他要給你三個願望 他要給你三個 願望 你可以去跟上帝求 然後上帝就要跟你借 當他做這件事的時候 起來 他覺得要求他 不過他就跟他的太太 叫親 他說 他跟上帝說 天山來跟我說 上帝要收拾 和安山就叫我 哪有三個願望 他要給上帝求 他就想說 這樣我們要改正 我們的生活 所以他給上帝求 第一個願望就是 我要要有一千隻的洋妹妹 我要要有一千隻的營 這樣可以改正我的生活 總是他不會記得 上帝 你跟他講話的時候 是跟他說 當我跟這個願望 很逢你的時候 我要加過 很逢你的出品 所以當他在 這個 這條須的一千隻 營 在裡面 他覺得很開心 可以吃飯也唱歌 中途吃飯也唱歌 可以吃飯也唱歌 可以吃飯也唱歌 所以出去 都一直感謝下去 結果 我們想到一件事 就是說 我應該要去幫他唱 把我家的士兵 哭起來 這樣我的營養 也會不會走到北京 所以當他出去找 要把營養哭起來的時候 他聽到什麼聲音 他出品 怎麼也有 營養什麼叫 到外面 他在外面看的時候 他看到他的出品 有這麼營 家父的交付 所以他有 兩千這麼營 當他看到他出品 他在那邊笑笑笑的時候 那個人的心裡 怎麼 他的笑容馬上不去 他心裡想說 為什麼 他可以有兩千隻 為什麼我把他一千隻 所以他回去跟他唱歌 不會 他回去 每天都沒有唱歌 他會睡不著 睡不著 心裡都在想說 為什麼他一千隻 為什麼他還看到 他那個姚妹妹在那裡 兩千隻姚妹妹 這樣他心裡才會很好 他還在天邊 還在想什麼 相對說 要給我幾個忙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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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個 兩個 他就想說 好 不要緊 我很久都沒有哭過 女兒子 我們家都沒有 孩子 他跟相對做第二樣 他說 我要一個小嬰兒 我要一個女兒子 相對可以照他 收視給他 有 因為我們的相對 當他的太太有心的時候 他沒有覺得很大意外 因為他知道 相對 會收視為一個女兒 真的 相對收視為一個 很可愛的女兒子 很久了 幾天之後 是主力 所以他就帶他的女兒子 去跟他教會 當他跟大家報告 感謝主 相對收視為我 有一個很可愛的女兒子 看到他的出賓 走在哪裡 感謝主 相對收視為我一對雙胞胎 他真的很辛苦 然後他回去也找不出來 到今天會兒子 他向相對做一個祈禱 他說 他向相對 求你 我一對雙胞胎 他向相對說 你把我的雙胞胎胎胎胎 他向相對說 總是相對說 你真的要這樣做 他說 對 你把我的雙胞胎胎胎胎胎 因為你把我的雙胞胎胎胎胎 我沒有想要讓他看得到 他自己有的那個問題 我沒有想要讓他看得到 他自己有的那個雙胞 一個個時間 相對都沒有問他 當他的頭腰胎胎胎 他看到相對 相對在老婆子 他跟他說 要讓他這麼驚訝 為什麼你要把這個雙胞 分享作相愛 今天相對相處 和每一個人的問題 都是照他的索様 為什麼你要把上帝的運動看著不是很好 為什麼你要把上帝的運動拿去彼岡 他跟他說不妨的人 你把彼岡住給你自己 再把上帝的心 再把上帝給亂 現在還有一天我們去到天洞的時候 當你發現我們的上帝是一位唱歌痛 又唱歌在面的時候 所以你會想要搖一個空從天洞跳下去 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以前都是太太 所以在經文裡面 當那個主人跟他說 跟我說我的東西不能講我的意思 是因為我做好人你就看不見了 今天他都因為他跟上帝一段 那個主人一段的優點 所以他提醒說我沒有開台語 我沒有開台語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領事同樣的問題 普特館裡面領事同樣的問題 他們看著怎麼有同樣 他們看著不一樣 他們感覺那個是不公平的 所以當你覺得不公平的時候 所以親愛的你現在 你要記得去輸入 我們的上帝是什麼樣的上帝 然後將你心裡的那個萬毒 把他進去 不可能因為上帝做好人 然後我們就覺得不公平 這段經文可以完成做 我的美善在你的眼是邪惡的嗎 今天我們也很常看到的是 我們心裡所想的 所以當我們用邪惡的眼睛 去看上帝的美生的時候 如果這樣你感覺 都是你的邪惡 就是今天我們來用感謝的 就去看上帝的運動的時候 如果這樣你的心裡 都是感謝 所以第四點 我要跟我們分享的是 我們要學習 過了你們的 和感謝的生活 今天你到達了 靈驢的心最新 我相信我們怎麼會 人前那個 在五點這裡去 做空氣的人 因為他只要做一件事就好了 但是這段經文裡面 提醒我們要學習 感謝 親愛的現在 今天五點還在那裡等的人 為什麼他沒辦法一趟早就在那裡等 你有想過說 有可能是因為 人家人家人家一直靠 人家人家會有什麼事 有可能是因為 他們家發生什麼事 他沒辦法一趟早就出來在那裡等 然後回去超過那個時間 人家已經找到人家都找好了 他還一直在那裡等 等到八點五點 他有六點的需要 今天如果你在錯過那個時間的時候 你感到有辦法 你一直在那裡等 等那個主人來幫你請 讓你領受這個運動 今天你當我們 學習在那裡頭的心最新的時候 我們會跟那個人計較嗎 我們不會 因為我們知道他真的有那個需要 這段經文讓我們有一個 很好的體制 這名書記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要整天站在那裡 他說因為沒辦法幫我請 所以他就要搖勺下來他的復討 今天你當我們來 基督的心最新的時候 你有可能還會跟上帝說 如果這樣 你要基督的問題在他的心中 他才不會再受苦 所以今天在這段經文 提醒我們 學習他們基督的心最新 我們都有很大的問題 在我們的手 你要怎樣 用基督的心最新 將這個 又分享出去 新學家有一個神學家 康霍華 他那時候生活在美國 他會不會很好的生活 總是我們知道那時候 有納粹黨 所以 他覺得他有需要回去德國 如果有那裡的不公義 不公平的事情發生 所以他就回去德國 總是他回去的時候 他就叫人家去換起來 他在監獄裡面的時候 在他那時候 他寫說 上帝沒辦法 你以為我們不愛他 沒辦法的態度 他不愛我們用 非常有趣 心智 感到沒給別人 尊重的心情 吃東西 他愛我們有那個快樂的心 他愛我們有疲勞 他愛我們有願望 所以跟他做過的人 在把他管的軍官 就說 你如果感到好 他在吃東西 你會覺得那個東西很好吃 他沒有他從去給我 所以他就覺得 有感謝 他在那個裡面 他知道想不到 問題 他有充滿在他的心情 所以今天 你感到回到你的事情 來感謝 在二零五年 最後的一個主日 最近都有什麼 生活中的小確幸 有嗎 我們最常都會看的 就是我們說 什麼小確幸 小確幸是什麼 就是在你的生活裡面 去找一些小小的事情 還可以讓你感到很漂亮 今天一塊布 你可以去泡一塊花瓶 坐在民家外面 身上最大的創作的長子園 你能讓你感到很漂亮 今天你可以親自身上 你能讓你感到很漂亮 讓你有這麼漂亮的心態 你會感到很漂亮 所以在你的生活裡面 你要去找出來 你能讓你感謝的是什麼 最好 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 農會要做財心 財心的 有可能會在農會 當你在照學的時候 你能夠體會這個 英文書寫的 你今天頭天在照 你如果沒有結帳 都會打名 如果這樣可能會被人了解 在2016年裡面 我們都要繼續這樣咆哨 人家要邀請大家 在新的一年 要出來向誰相對 為什麼 因為文部統計 他說到國有百分之百十日 都在百分之二十人的心中 百分之百十日 都在百分之二十人的心中 人家有幾的人 是比較沒問題的 有百分之五十人是比較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我們照今天 心情相近來 那個葡萄粉的主人 跟最黑的一段時間 他都在找人 來他的葡萄粉 所以希望我們在新的一年 在2016年 年空一年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抛照 做點抛照 在上帝 給我三個月 都在每一天 都去思考上帝的文件 在我們的心中 有很多問題 我們三個來記得 小朋友 聽說 我們一頓 來自來的 我們感謝你 你總是最好的 文件修飾 給我 但我們知道 我們有我的 所以我們師兄 去到上帝的雞口 求助你沒有任命 讓我們沒有放棄 自己的需要 讓我們沒有看到 自己的waż 來付款 有料理對我們最好 主要說 願意讓我們領你的心最心 讓我們在這個世代裡面 我們知道我們要付出更多 因為我們要向上台立起的旁邊 我們要去做很多助理的工人 去做更多的事項 將更多的人帶來向上台的民情 主要在這個一年要結束 我們要感謝我們的感謝 在這個一年也願意祝我們 讓我們環節都平通 讓我們處理也都在祝你的故事 現時我們的感謝 祈祷 董事宏可耶穌祈祷 董事名 Amen